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个单元的历届教师检定的考题 第一个是我们生论题 至少举四种效仿科长可能遭遇的问题 那这题我们怎么解法 我们还是想说那人事实地物啊 或是我们之前在情境分析里面 发现了优势劣势缺点那些都可以当作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面向 比如说老师的反弹啊 资深老师过多啊 然后他们不想去变啊 或是年轻老师没有经验啊 或是家长反对啊 或是这所升学的学校 家长认为说不必弄这种短位课程 应该不断的练习 或是校长的领导可能有问题啊 或是说那个彼此行政之间的资源不足 或是社区居民的反对或经费的不足 或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课程改革 校本课程的理念不够清楚 这些都是可能未来会造成的问题 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说 那学生是不是喜欢这种课程 是不是对他们而言是需求 这也可以帮我们 也可以让我们当作一个考量 去列阻举超越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选择题 下列何者不符合学校本位课程发展的特性 A. 阶层化的课程领导 B. 草更新的课程发展 C. 师生共享课程决定 D. 创造学习经验的课程 也好答案是阶层化不是啊 他不是由上而下阶层化的领导 某校教师发现 学生对于社区的认识不足 因此开始讨论如何将学校特质与价值 放入课程与教学中 经过几次非正式的讨论后 几位老师开始各自在所教的班期 进行相关的教学 并主动寻找课程专家协助解决 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 请问这类课程革新属于哪一者 属于草根模式由下到上的这样子 然后前面那个目标模式也是SOP有点不适 社会重新是社会的那种整一顶 中央边缀模式是一种 由教育部去指导这种可能 接下来学校本位的课程发展里面 你下列哪种做法交为一致 学校老师必须要改变被动的角色 好像对啊 聘请专家研发课程 在由学校指寻 那不对嘛 然后学校老师采取由上而下的课程决定模式 然后好像不错 避免增加上去造成那个品质的那个落差 那答案是A 那为什么那个D不对 就是它重点不在于品质 只差到多元的特色 然后接下来是新兴国小在讨论 学校本位课程发展的方向时 首先先进行学校的情境分析 而与会人员各有不同的考量 以下哪一位的观点 主要是以学校的外在因素作为考量 教育主任说 要找出学校课程发展的特色 首先当然是以学生的能力 与需求为主要考量点 学务主任说 我认为也要考虑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期望 学联主任说 学生需求及家长的期望固然重要 但也要衡量教师的能力与专场 教师代表说 我觉得也要重视学校现有设备 是否能支援课程 那这次觉得 那一个观点是以外在因素的 那其实重点不是人 而是他的看法 有的是学生的 有的是家长期望的 有的是老师专长的 答案是学务主任的观点 他认为说要考量到那个家长 学校外部人员的期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依据现行法令的规定 各校营成立 课程发展委员会 成员不必爆发 校长也要有 教师也要好战 家长代表也要有 教育代表不见得要强制参加 好 接下来 好三国小 课程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们 发展学校本位课程的会议时 对课程的定义与范围的看法不同 而争论不宜 为解决分争 最好应采取何种做法 A 为避免分争 呼吁学界竞速统一课程范围 那当然统一就不对了 接下来 B 课程定义 对后续课程发展影响的大 可以不各自不理 那也不对 C 为了避免应征论 而延缓课程发展进度 应直接诉诸投票表决 这也不对 不能慢慢来 有时候慢是快 慢集是快 而不是预速是不打 接下来 D 澄清课程定义跟范围 然后选择对该次课程发展任务最适合者 所示 D 一种课程证实的过程 接下来 国民教育阶段的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一规定包含下列哪些任务员 一 学校行政人员代表 二 年级及领域教师代表 三 家长代表 四 教育行政机关代表 我们看前面有看到 这是有老师有学校有家长 但是这次没有四 所以答案是 A 然后学生的成熟度有别 固对于说学生在课程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看法仍属于见仁见智 为不论我们所应面对的学生其年纪为何 下列合者原则应该是所有课程发展的人员 共同一次性的观点 允许学生加入 B 让学生参与学生的撰写 C 按照学生的需求 兴趣跟能力来规划 然后 D 要求学生对发展结果进行评鉴 答案是 C 当然还没有进步到时候让学生去参与了 好 接下来以下 有关学校本位课程发展的讨论 哪一个老师的看法叫不恰当 假设说可以结合社区的资源 以施说属于客家族群可以发展当地客家文化 然后秉施说 教师大多不是客家人 所以应该寻求教师的资源 然后订施说家长证据人士进来会占定我们的专业性 当然这是 D 我们就并不是说排斥说 那外来人员会干涉到我们 而是要勇于去做出最好的决定 接下来 青春小学早上对校本课程办理置评 但平坚人员的组成 真正不修 下列合者正确 找校外的比较公正合法 不见得 接下来 平坚人员的组成应该就目的做充分思考 好像是 接下来 学生学校课程的了解不足 不宜参加评鉴 然后接下来是 由校内教师及行政委员来评鉴 毕竟教授不可外扬 这个答案就是说 那我们要去考量到我们的评鉴的目的 好 接下来 阅读下列文章回答这些题目 人人国中附近有两所新设学校 因校舍教学设备吸引了重叠的学生 造成近年来人人国中找不到的学生 校长跟教师召开多次课程发展委会 组成课程设计小组 依据学校周遭的生活环境生态 设计在地特色的课程以吸引学生就读 他所采取的模式为何 就是那个学校本位课程 接下来人人国中实施课程一段时间后 实施那个校本课程评鉴 请问哪个方式不符合该评鉴取向 家长满意度或是评量学生 或者是要请教育部人员进行评鉴 或访谈教师使用课程的想法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教育部里面不会急直接去介入这样 所以答案是那个教育部 接下来在教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的讨论中 李老师认为 学校的课程发展必须考量 社区的资源跟校内学生的特性 才能设计出符合学生学习需要的课程 苏老师则认为 学校课程发展必须优先考虑 是否能够达成学科教学的目标 下来叙述何者较为适切 A 苏老师是属于历程模式 李老师属于历程模式 诶 考量资源好像是情境模式 苏老师属于情境模式 苏老师那个好像是目标模式 然后这两个都是工学模式 好像也不见得都是工学 前面是属于情境的 他这两个主张过程之中 都属于盛师选择 哪一种才能够达成的那种 做出最好选择的那种过程 所以属于那个D 接下来下列何者不属于 不符合学校本位课程发展的特性 E 资源分配 B 是考证改革 C 过程中有权力的协商 D 目标产生标准化 那不是强调标准化 是强调在地的多元差异性 好 那我们感谢也感谢同样 感谢陈鹏宇同学的帮忙协助 校正还有协助那种下载整理文章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有没有问题的 提考题有没有问题的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拜拜 拜拜